我未来的儿媳妇 在零零零的时候 也离开了南京 这一年好像 都跟离别有关了 慧娅 这个晏蓝 是不是有点心肺功能不太好啊 我怎么每次看她 没跑几步 我就喘得不行了 她是体能不太好 心肺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 我一个老同学的女儿 小的时候啊 呛过浓烟 后来啊 就造成心肺功能不太好 现在啊 跟晏蓝一样 没跑几步啊 就喘得不行 怎么抢进浓烟的 家里起火了呀 你这干消防的不知道啊 这除了火灾现场 哪里还有这么多浓烟啊 这晏蓝 会不会小时候 也遇到过火灾啊 吸入浓烟 导致的这个心肺功能不太好啊 我没听她说过呀 我觉得这个你可得问问啊 这婚前啊 双方还是对彼此的健康状况啊 有所了解比较好 是 免得呀 影响婚后的生活质量 回头我找机会问问 不过我觉得影响不大 我现在在对她进行体能训练 已经改善很多了 问题不大 上次我听晏蓝说 她七岁的时候搬过家 这样算来呢就是 00年的时候 她离开过这里 那你没问她为什么离开南京的 是啊 她没跟我说过 可能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原因吧 哎呀 说来也是缘分啊 00年的时候呢 霍炎的父亲啊 因公牺牲 我未来的儿媳妇 在00年的时候 也离开了南京 哎呀 这一年好像 都跟离别有关啊 不对啊 贤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煽情啊 这人上了岁数啊 就喜欢怀旧 00年 离别的00年啊 对了 贤姐 我还记得呀 你怀霍炎那年啊 老霍特别希望你生个女儿 没想到霍炎生下来啊 是个男孩 她还小遗憾了一把呢 老霍呀 这么喜欢女儿 晏蓝嫁过来呀 也算圆了老霍的一个女儿梦了 对对对 老霍啊 就是喜欢女孩 她要是生个女儿啊 她肯定就是个女儿弄 把命都可以给她的那种 没错 老霍 老霍现在要是在呀 肯定把晏蓝啊 就当成亲姑女了 我也是很难想象 我爸要是成了女儿奴的样子 毕竟啊 她小时候总是凶 那是因为你是个男的 太皮了 那要不这样 你妈把晏蓝当成自己的女儿 就算圆个梦 嗯